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玉慧 只要是你没做的事情 我绝不会让你被冤枉 我只是不懂 只不过是摔了一跤 这有什么好追究的 我知道 但一个团队 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忙 今天換成是你 我一樣會想辦法 找出陷害你的人 仲林哥 你的項鏈挺好看的 你不是說 你沒碰過鞋子嗎 那手上怎麼會有 強力膠的味道 我 我也不知道 這是為什麼 仲林哥 你嚇到我了 可能是 放在桌子上面的時候 我不小心沾到了吧 花花 花花手上一定也有 給我 手給我 他們手上都沒有味道 這 這不可能 肯定是花花洗過手了 她肯定是想陷害我 玉慧 花花在給我鞋子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碰過鞋根 所以她手上不可能有味道 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 果然是你的陷害我 我沒有 仲林哥 我真的沒有 玉慧 我對你真是太失望了 仲林哥 不是我做的 真的不是我 都這個時候了你喊小便 按照公司的規定 我現在就可以開除你 仲林哥 我錯了 我真的錯了 我真的錯了 拜託你 原諒我好嗎 只是因為你今天給我講的那些話 所以才讓我一時糊塗 做這些傻事 仲林哥 你原諒我好不好 好 算了 白總監 事情都過去了 董事長也沒有責怪我的意思 這事就到此為止吧 念在你時初犯 這一次我就原諒你 但是以後你要是再敢做出 迫害內部團結的事情 我絕不顧惜 待會兒到餐廳 就當這件事情沒發生過 好的 白總監 紅營 我們去吃飯吧 仲林 你也一起來吧 幸福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來 乾杯 來 乾杯 喝 喝 好好好 你喝慢點 董事長 總理還沒有來 我打電話去催一下他 怎麼搞的嘛 董事們都在等他 讓他馬上過來 來 好 徐叔 我們在路上了 我們馬上就到 董事們都在 待會兒進了餐廳 多精神一點 紅營 我知道你肚子 已經很餓了 再忍一下 周紅營 別以為你贏了 敢讓我在仲林哥面前丟人 我不會放過你的 來 我跟你說啊 來 董事再說啊 來 行行行 乾 喝酒 董事長好 各位董事好 怎麼現在才 董事長好 董事長好 趕快坐下 陪董事們好好喝幾杯 董事長好 賣命 還挺好 甲 好 好酒量 老婆真懂事啊 不错了 就剩下你了 你怎么不喝呀 我不会喝酒 竹林哥 红衣已经喝一杯了 你好歹也喝一点 多少意思一下 算了 算了 不要喝 不要喝了 是 坐下 坐下吧 快 对不起 赵董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再让你喝下去啊 白老哥会怪罪我的 坐下吧 坐吧 婚姻 这个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我就针对诸位的表现 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今天这个秀是咱们公司内部举办的 要比我的预期 但是好得多呀 我和几位董事一起评出了这次 最杰出的展品 周一辉 站起来 这下轮到我火了 功夫不算白下 贺本 啊 啊 啊 嗯 那个 除了周弘英和杨伯燕以外的设计师 全都站起来 你们的展品还不够成熟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争取上市 坐下 是 是 董事长 周弘英和杨伯燕 你们的设计是这次最杰出的作品 我们几个董事觉得 你们的水平不相上下 所以我决定 你们的作品 作为本公司下一个季度的主打产品 谢谢董事长 弘英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你们的作品虽然可圈可点 但是有很多细节还需要调整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吧 也希望 白总监还有各个设计部 大家鼎力相助 是 是 董事长 是 董事长 下边该你了 姚伯燕 周弘英 恭喜你们了 希望你们的作品上市以后 能大受欢迎 我代表几位董事 预祝你们早日成功 谢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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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来 干杯啊 来 干杯啊 来 干杯啊 来 你不会喝就别喝了 伯燕 恭喜你 红英 同喜 同喜 在座的各位同仁 赶紧用餐吧 今天辛苦大家了 来 别客气啊 别客气啊 走 你别客气啊 走 来 坐下吧 钟离 文英 快吃饭吧 好的 多吃点啊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去趟洗手间 妈 我出事情了 红英她要欺负我 什么 居然被我赶出家门 还不怕 还敢找你麻烦 我看不把她往死里挣 就不知道害怕了她 妈 我想过了 她搬出家的话 我更加不好对付她 不如我们让她搬回家住 什么 让红英回家 为什么呀 我们才把她赶出去 妈 我不管了 我再不积极一点的话 钟离哥就被抢走了 这 这都扯破脸了 我怎么才能让她回来呀 反正我就要她回家住 我们现在在经典餐厅 你该快过来接她 好了好了好了 行了 你放心吧 交给妈 妈给你办好 妈 你最好了 谢谢妈 就你最甜 妈 那我挂了啊 好 挂了啊 这事啊 我还真不能自己去办 我回来了 好好好 别换鞋 跟我出去一趟 都什么时候了 你要去哪儿啊 不是 这 你看 这两天红英不在家 我还有点不习惯 毕竟这么多年 都在咱们身边转悠啊 我想咱们去把红英接回来 你说什么 我耳朵没毛病吧 你耳朵没毛病 我说去把红英接回来 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 你去不去 去 去 我家婆娘是转心了呀 什么婆娘 难听死了 周百申 这下你开心了吧 当然开心 我周百申的婆娘 果然是神明大义 什么婆娘 难听死了 去拿包 好好好 我去拿包啊 好 老婆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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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再见 再见 来 我们走走走走 好 好 再见 董事长再见 再见 你怎么不回家 爷爷 我晚点再回去好吗 时间太晚了 跟我一起回家 白总监 董事长在等你呢 我先回去了 嗯 白总监再见 嗯 白总监再见 周灵哥再见 董事长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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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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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包子啊 起驾 喳 真不敢直视啊 这两个家伙 伯燕 红衣 卧夜盖撤了 好了 走吧 明天见啊 辛苦了啊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瞧她那样 就快到了 你先拖住她 伯燕 我们也走吧 好 走吧 姐 红衣 姐 姐 你是在叫我吗 姐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向你道歉好不好 吴氏献殷勤 非奸即盗 红衣 不用管她 我们走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今天仲林哥已经骂过我了 今天的事 还有以前的事 都是我不对 姐 你就原谅我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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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啊 周一辉 你别再碰红衣的手 你要再拉她手的话 她明天还不定怎么倒霉呢 行啊 杨伯燕 你等着 好吧 既然总监已经处理过 我也不再追究 你放心吧 谢谢姐 来 红衣 爸 红衣 红衣 妈 爸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 是啊是啊 我这两天在家里坐立不安的 就担心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吃苦受累的 跟我们回去吧 可是妈 红衣 这可是你妈主动让我 接你回家的 就放心吧 在家里啊 我已经教训过你妈了 是啊是啊 那就跟我们回家吧 谢谢爸 谢谢妈 这样 我跟伯燕去拿了行李 我就回去 要不你们跟玉慧先回家 我马上就回来 也好也好 那待会儿家里见啊 那你们不如坐我们的车吧 刚好五个人 就是啊 还是一起坐车回去吧 走走走 上车吧 来来来 谢谢 来来来 快上车 来来来 夫人 饮料来了 啊 我应该不会看错的 也不会记错的 该不会 真的是雨天和永和的孩子 来找我报仇了吧 什么人 你是谁 呃 沐正平 你不认识我是谁的吗 你是人还是鬼 你把我害得好惨哪 还我女儿来 还我雨天来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不是我把你推下去的 真的不是我 还我的命来 不是我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太太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先去睡 无缘无故的 怎么会做这种梦 别 我也别忘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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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一定是太累了 才会做这种梦 不要自己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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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怎么有点像永和 这谁啊 过马路都不带看呢 没事 开车吧 中岭 时间不早了 你赶快回去休息吧 好 爷爷 您也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永泰 明天的行程 你安排得怎么样了 明天没什么特别 就和工会吃个饭 好的 这儿没你什么事 你可以回去了 好 董事长早点休息 好 永泰 正平 永泰 我有事要跟你说 怎么了 你喝酒了 好 我们到外面说 我们到外面说 这件事就有些奇怪了 怎么说 你真的梦见永和了 这还能是假的吗 我都快被吓死了 如果你真的梦见永和了 就说明 他真的已经不在人设了 可是 可是什么 你刚才描述的样子 跟我刚刚在路上看到的 那个人 很像 是不是半边连毁了 样子很吓人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永和 他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不管他是人是鬼 我都会找到他的 可是我真的好怕 这二十几年来 我从来没有真正地放心过 我们也根本没有找到 他们的尸体 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下落 永泰 你说 他们是不是故意躲起来 要找机会报复我们 萍萍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 去打扰你和儿子的生活的 以前不会 现在更不会 我出去看一看 我想那个人 应该还没走远 你刚刚那把怎么打的呀 我怎么这么说呢 明明是你不对 什么不对 你再跟我一块儿 你 这 这怎么了这是 什么事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啊 我的女儿啊 你还活着吗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呀 好 我前面呢 我去看看 你怎么回事啊 你去吧 我去吧 我不回去 站住 你干吗 对不起 认错人了 神经病 小姨 这么多年来 我都找不到 雨天歌 我的女儿 我回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告诉我 他们是不是真的都死了 是不是真的都死了 佩佩 佩佩 你不要胡说八道 就连白家都没有确定 他们是不是能够被找到 我们在暗处 他们在明处 只要一有消息 肯定很快就会被传出来 我一直会帮你留意 可是 没有可是 等找到雨天和你女儿 我们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现在赶紧跟我回去 可是我真的好想 我的女儿和雨天呢 好好 我知道 我一定会帮你的 现在你也帮帮我 你快跟我回去 外面实在太危险了 万一被那两个人发现 就糟了 走了 走了 走 走 走 快 来 那个去哪儿啊 师父 我 开车 快开车 没找到 没找到是好事 天色已经暗了 我也没有看清她 我不能确定 那个人就是用河 可能就是长相有点相似 可我是真的梦到她 她该向我索命呢 萍萍 可能因为上次那个陶佩 所以你才会做噩梦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要我给你订一张机票 去国外散散心 不要 儿子才刚刚回来 我想多陪一点 好 别多想了 少喝点酒 咱得休息吧 外面凉 别多想了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好 不愿啊 谢谢你啊 叔叔 你不用客气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这边冷 要不您先上车吧 那我先上车了 好 洪衣姐 以后有回潮来玩啊 一定的 若珊 师哥 谢谢你们收留我 这是什么话 喂 这是什么话 以后不准这么客气啊 红衣啊 回去以后 要注意点与会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记得给我打电话 你放心 我们家里随时欢迎你 红衣 你爸等着你回家呢 快点上车吧 对啊 姐 快点吧 我们大家都等着你呢 来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小心啊 爸 不好意思 那么重的行李 还让你帮我拿 再重爸爸也不怕 这行李爸爸提得开心 你看 今天我们一家人凑到一起 这才像个家嘛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 都是一家人没有隔夜愁 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 对啊 姐 以前是我不懂事 希望你以后啊 还是把我当妹妹一样 过去的都过去了 过去的都过去了 妈 玉慧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太好了 我们就是一家人哪 要是我们能下 爸 爸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吗 姐也累了 好 让她早点回房休息 洗个澡吧 也对 也对 红莹啊 赶快回房间洗个澡吧 爸 我来 我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吧 爸 才几天没回来 怎么感觉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呢 这种熟悉的感觉 水的温度 让人觉得好安心 好踏实 我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 事而复得的机会 跟妈妈 跟玉慧好好相处 这样爸才会开心 怎么没有热水了 有没有人哪 爸 爸 妈 门好像卡住了 你们在不在啊 之前啊 就没有好好对红莹 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嘛 所以这次 爸 妈 爸 妈 外面好像有什么声音哪 你听我说完吗 有没有人哪 听着像是红莹的声音 我去看看去啊 好不容易聊会儿天 你往外跑 你什么意思啊你 不是啊 老婆 好好好 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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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 红莹怎么了 ,我说我很愧疚 以前没好好带红莹啊 现在呢想找些方法 补偿补偿的 手心手背啊都是肉嘛 都是肉嘛 怎么回事啊 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你就是把对玉惠的爱啊 分一点点给红莹 他就很开心了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他会不会原谅我呀 他是咱们的孩子 怎么会不原谅咱们呢 爸 我,我答应过你 要好好报答你的养玉之恩 可是 我现在实在撑不住了 好冷啊 我,我看来是要食言呢 如果 不小心 不小心死了 请你不要伤心 也不要责怪任何人 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也请你 你 一定要好好生活下去 我 我 我还要 好多梦想 要神仙 好多时庄宅 想要去 好多 大事 想去拜访 可惜 好想 好像 都不行了 不过 也许 我的亲生父母 一起 在天上 等着我吧 不晓得 他们见到我 会不会很开心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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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这也是一种幸福 你说是吗 好冷 懒鬼 起床了,起床了 起来 干吗呀,老婆 你一大早就这么凶 不会温柔一点啊 少来这套 起床上班了 快点 早餐别做我的啊 我不吃 为什么呀 我约了平衣姐吃早午餐 我先睡个浑龙觉 别吵我啊 知道了 红莺啊 爸爸要做早餐 你想吃点什么呀 红莺啊 你还在睡啊 你还在睡啊 红莺 爸爸要进去了 红莺啊 人呢 奇怪了 一大早的 跑哪儿去了 一大早的跑哪儿去了 红莺 红莺 你怎么了 你怎么躺在这儿啊 醒醒啊 红莺 红莺 醒醒啊 红莺 是 红莺平常不会迟到 今天怎么回事啊 好险哪 我这差一分钟就迟到了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气场不太对啊 哪里不对啊 这红莺跟玉惠怎么都没来上班啊 难怪我觉得今天这个空气的走向都不对了 我打过电话了 我打过电话了 但是没人接 大家早 总监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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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文玺惠 什么 红莺在医院 来 红莺啊 红莺啊 爸 红莺 红莺啊 爸 仲林 红莺 你好好休息 不要说话 我没事了 爸 红莺啊 你终于醒了 你也真是的 这一家子人都在 你被锁了干吗不叫人哪 昨天晚上我被锁在卫生间的时候 我叫的声音很大 家里人都在 怎么都没有听见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的话 就休息几天 不用上班了 公司的事情我会安排好 我没事的 我可以回去上班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是被关在浴室里面 怎么会冻成这个样子 昨天晚上的气温是低了一点 可也不至于冻成这样啊 更何况还有热水啊 这事说来也巧 我昨天晚上洗到一半的时候 热水就没有了 更巧的是 还有人乱丢棒球 把卫生间的窗户给打破了 所以冷风就灌了一夜 我最后也没有撑住 这也太巧了吧 所有的事情都凑到一块了 还真是奇怪哦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找人把那个煤气罐 换新的了 门锁也换新的了 大家都小心点 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还要提醒你们邻居家的小孩 三更半夜打球 那肯定是住在你们小区的小孩 我们回去跟邻居的小孩 好好说说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 提醒提醒 爸 我可以出院了吗 护士说还要再观察两个小时 最快也要下午才能出院 我已经没事了 我躺在这里还不如回公司呢 你别急 趁这个机会好好睡一觉吧 我已经睡了够长时间了 再说董事长这一次 也比较关心新品发布会 我想赶快回去 把细节再修一修 早点交出去 你真是一个工作狂 真哪里没办法 好吧好吧 你要真没事的话 等一下跟我回公司吧 嗯 爸 你没意见吧 你确定没事了 我真的没事 放心吧 好吧 不要 一顿 我预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